贪欺猩猩的妖怪 很久很久以前 在遥远的森林里面 住着一个铲嘴的妖怪 它经常和小动物们抢食物吃 大家都恨透了它 想除掉这个铲嘴的妖怪 可总是想不出一个好办法 有一天 聪明的狐狸终于想出了一个好办法 这一天 铲嘴的妖怪躺在草地上休息 狐狸走过来对铲嘴妖怪说 哦 我心目中的大英雄 您可知道 这个世界上什么东西最好吃 铲嘴妖怪一听就来了劲儿 你知道 狐狸说 我当然知道了 铲嘴妖怪说 那你快说说看 狐狸说 这个世界上啊 最好吃的东西 莫过于天上的星星了 铲嘴妖怪说 那怎样才能吃得到星星呢 狐狸说 狐狸说 只有到了夜晚 星星才会出现 像您这样的英雄才有资格吃呢 到了晚上 我会来带你一起去的 铲嘴妖怪 铲嘴妖怪 跟在后面向山上走去 走了很久 他们终于来到山崖边 可离星星还是那么遥远 铲嘴妖怪说 吓 我说狐狐狐狸 走了这么久 我都累了 可是星星怎么还离我这么远呢 狐狸说 您别急嘛 星星看着高 其实 你想吃的话 一点也不难 您看见山崖边上那块石头了吗 您只要站上去 就能摘了 铲嘴妖怪说 真的 狐狸说 我什么时候骗过您呢 铲嘴妖怪说 好吧 于是 铲嘴妖怪爬上了那块石头 可一伸手 好像还是够不着 于是 他只好点起双脚 努力地向上伸着手 正在他为美味的星星努力时 狐狸从边上跑过来 用尽全身的力气 把他推下了山崖 可怜的铲嘴妖怪 还没来得及叫一声 就摔了下去 铲嘴妖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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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